还有另外,第二个就是 前面有讲到推致源,所以如果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你的这个反斜线,理论上应该要把它改成两个反斜线 应该才是比较正确的 之前早期旧的版本会出现错误 不过今天这个好像没有这个错误了 所以如果你的路径,假如说可能它的低跌底下呢 还有一个目录,目录底下还有目录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变很多个,OK 比如说我假设我把那个我的Member 因为我现在是放低跌,比较没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是放在,比如说你这个路径 假如是放多一层的话,多放哪里呢?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下载底下这边 我刚才这个路径 或者是其他桌面,桌面路径 桌面的 诸如此类的,假设 或者是说我把它这个先放在多一层 我把它放在开层这个路径底下,多一层 OK,然后它就会多一个 这个的点上面一下,它低点底下这个路径 那如果说你多一个路径,恐怕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出错的,那变成你的这个 是在这个低跌底下的这个的下方 所以斜线两个,OK 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 应该可能会出错,比如我把它搬到这个底下 多一个目录,执行 看一下,旧的版本会出错 诶,新的版本 3.6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没有把它改两个,它会出错 但现在好像失误又OK了 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如果有发生错误的话,那怎么解决 记得就是把它改成两个OK了 拖曳是原部分 因为可能它因为新的版本有把这个问题改掉 OK,这个也OK 那如果没有,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说,如果我没有encoding 假设啦,我如果用没有加刚刚encoding的话 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它会不会成功了 诶,它会出错 它会跟你讲说什么,unicode,decode 诶,有没有,如果你发现呢 它跟你讲这一行的话,而且跟你讲cp9 cp9,就是刚刚的nsi 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方呢 要加上什么encoding 就OK了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加这个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要不就怎么样 你就把这个另存新档一下 把编码方式改ansi存档就OK了 那你后面encoding就不用 这两个方法,反正你就选其中一个 然后其他的话就read light 然后并且把这些资料呢 一个一个把它全部读取出来 那这样应该就OK了 那1到50的这个资料就全部输出了 那除了说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print 其实这个是把print本身的那一个换行 因为print本身会有一个换行 前面讲过,如果你不想用把那个去掉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每一个,有没有 每一行后面都会有一个换行 那个换行我刚刚讲过就是反斜线N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不要把print本身那个换行拿掉的话 你可以拿掉它每一行后面的这个 那拿掉的方法,整个要另外再记一个 我好像在讲义里面是写点什么 点strip strip的意思是说,帮我把这个字串前后只要出现的这个字 就是,字元都帮我拿掉 strip的话意思是说帮我把,只要前后有出现换行符号的话 就帮我把它strip掉,就是把它删掉的意思 ok,这个方法的话 意思不是print的那个换行拿掉,而是什么? 而是把那个我们串列里面的换行拿掉 ok,那这样的话执行应该结果也会,也是跟这个一样 我把它执行一下,理论上应该ok 有没有,也是ok,不过 差别是说一个是,刚刚是把print本身的换行拿掉 现在是把这个字串里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ok 那最后的话,后面我还有两个变化题 一个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希望 直取前十个会员,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只取前十个,这应该比较简单嘛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只要取姓名跟手机就好 两个栏位,因为目前的话有编号到手机总共五个栏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只要保留姓名跟手机就好 其他不要出现 所以两个,第一个,我怎么样 那第一个比较简单,第一个我只要帮我输出的话 输出这样就好,到第十个会员 第十个,所以应该改哪里呢? 这个嘛,对不对? Range 有没有,Range 那待会我们现在是把全部都输出 那如果说我只要输出到这里的话 应该是把它改多少呢? 0 1 2 3 到10应该,这个第十刚好 它刚好也是编号10 所以这边把它改多少 应该是改012 因为包含它的栏位名称嘛 这个0嘛,这个1 到这个应该就是编号10嘛 所以编号10要有 11就不能有 所以呢,应该在哪边停下来呢? 11嘛,所以这边应该是11 OK,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可能要蛮熟悉的 因为未来,我们输出不是全部 诶,前十个 OK 好,第一个问题解决 如果我只要前十个 第二个问题是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 诶,姓名跟手机 那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刚刚好 所以第一个你要把它切开来 有没有,切开来前面有讲过嘛 这是strip嘛,对 切开来之后的话呢 只要它的 切开来之后呢 它编号就会给它 所以哦,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给 给那个python strip 它就帮你切开来 那它会给个编号 这是第0个编号 第1个编号 第1个编号 234 那我只要第1个编号 跟第4个编号就好 所以我要怎么刚好 留下姓名跟手机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改一下,改哪里呢 第二个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边动一点手脚 那也就是list 这边我先把它切开来 所以我们在print之前 先不要直接print 我们就是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前面先打个list 二 我的习惯是第一次就list 一嘛 第二次就list 二 第二次如果还有再切就list 三 点什么呢 点strip 不 spread ok ok 字不要拼错就好 瓜糊 双引号 豆点 请你帮我把它切开来 所以它这边就切一个 切开来 然后呢 就放哪里呢 放在list二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list二里面长什么 你可以再把 如果你不太了解print 就是那个list二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princer sprit 他这边讲 list sprit 还是自拼错 啊 不对不对 这个应该在这边 要加个什么 加一个瓜糊 第几个字把它切 因为如果你整个给他 难怪他说他找不到这个东西 因为他应该是里面的文字 ok 所以这边就这边要把 第几个文字把它切割 再丢到list二 执行一下 切割 ok 你会发现了 他就切了 所以切开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 他这边就一个个帮你切开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只需要什么 他里面的01 1跟4就好了 1跟4 那其实很简单 我就怎么样 在1跟4的话 我就这边第一个 ok print第一个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一个豆点好了 也许我那边串个豆点 然后呢 再串接什么呢 再串接第四个 这边 改成4 ok 好这样的话 所以我把它split 把原来里面呢 总共他有一堆 那我就怎么样 先把它切割到list二里面去 只留下他里面的第2个跟第5个 ok 要把它print出来 不过呢 可能会还是一样的问题 它的那个第四个本身怎么样 还是有换行 所以你可以怎么办 再把这个后面的那个 把它strip掉 strip什么呢 它后面的那个 反斜线N 就是换行部分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strip掉的话 它又会多一个换行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ok了 姓名的部分 跟手机部分 好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理论上如果成功的话呢 那应该看到的结果就会长这样 就是只有十个会员 那十个会员里面呢 我只要两个栏位 结果就长这样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因为以后拍摄蛮多地方 都会类似这样用 就是串列里面再切割串列 串列里面再切割串列 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对的 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 ok那请各位试试看 来画面再切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读取到Python里面的资料 只取前十个会员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只取两个栏位 就是姓名跟手机就好 ok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